台海兵凶战围到了临战边缘 昨天美股这么一跌 跌得全球都紧张兮兮的 来看到道琼昨天历经的金魂业 一跌跌超过了500点 到底跌什么呢 来看到川普受访的时候被问到 如果输给了拜登 是不是会保证和平政权转移 他居然回答什么 那得看看到时候发生什么事 难道他有可能真的使出了绝杀之招 签署行政命令让拜登不能上位 进而让美国产生了全力空窗吗 如果这样我们更担心的是 岂不给了共军攻击发起的 绝佳的一个暗号 今天清晨有多少大台北的观众朋友 都被这呼啸而过的战机声 给吵醒变成可怕的morning call 大家吓死了共军来犯了吗 蔡总统今天立刻说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是为了国庆而演练 国防部也出来澄清 但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画面 活生生在眼前会不会越描越黑 马老师来告诉我们 是不是假眼恋真动员 进而进入了全面备战呢 惊魂夜 夜惊魂 这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台北人的写照 昨天晚上到今天晚上 最惊恐的就是台北 为什么 来 先看这张照片 导播 这张照片 万军装甲车 装甲车 万军装甲车 对 万军车 然后今天早上 万军机 是 出动了 然后万军营 也出动了 为什么都是万军 万军是什么意思呢 万军计划跟富安计划 是台湾最神秘的两个计划 万军计划就是 如果中共斩首行动 对 他的空降部队降下来 所以马老师你说的万军任务 其实就是遂行一个反斩首 把蔡英文总统 把五院院长 把我们的高级的这一些官吏官员 从总统府也好 从官邸也好 撤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跟你讲 最后出动了这个 CM34 30公里机炮装部战斗车 指挥官说 救到总统了 出动了 救到总统了 可以 好 我先向你给你讲 万军车简单的说 就是要把总统 两分钟之内 从总统府救出来 两分钟 两分钟 就是万军警报一想 总统立即不管做任何事情 所有的国安人员 拉了总统就往楼下冲 一冲上 上车不能超过两分钟 是 对 好 两分钟之后上了万军车 万军车里面 我告诉你 总统搭那辆万军车 六个座位已经改装皮椅了 里面还装有冷气 好 上了万军车之外 我们的万军车 他把总统送去哪里呢 送去恒山指挥所 是 好 我们以前的万军车 主要是八辆云豹的装甲车 对 这次又我们拥抱了他 好了 我问你 从中午到恒山指挥所 要走什么路过去 中山北路啊 这就是中山北路 昨天的训练就是中山北路 对 马老师 你从今天开场讲到现在 都在万军行动 万军计划里 对 国庆日有需要看这个吗 我告诉你 昨天万军营 二三九营就出动了 是 二三九营是个万军营 他除了位数 这个总统之外 对 他平常是不出动的 这么神秘 昨天二三九营万军营出动了 而且我告诉你 我当二三九营出动 两两八营 两两八营是破 破击炮的营 他也是一个护卫营 对 整个都出动 所以我告诉你 就是汉光演习 实施万军计划 好了 到了今天早上 万军机出动了 假车还不够 直升机都出动了 因为万军计划里面说 如果道路被摧毁 对 总统是不能够坐车的时候 叫做万军机 是 万军机从他出动 降落总统府的门口 对 总统从办公室上飞机 五分钟 五分钟要完成 那是非常迅速要完成的动作 好 我们以前的万军机 是S拐动C 对 我们买了六十架黑鹰 你知道吗 是 六十架黑鹰 做了件什么事情 什么事 把三架黑鹰 改成万军机 这就是万军机了 对 三架改成 这一次 今天我们在 这个影片里面看到起来 有S拐动C 有黑鹰 三架黑鹰 你知道 拐成万军机三架多厉害 第一个 它有红外线瞄准系统 是 它有气象雷达 是 就是说 再坏的天气 它都可以飞 对 任何时候 晚上万一发生的事情 它可以夜寒的 我要遂行安全撤离援手的任务 而且我关键 它还有附加邮箱 很少有附加邮箱 它可以飞得远 可以飞得远 是 复安计划 就是脱离台北市 飞得远 所以 好 今天早上 啪一下 居然有着 当然 政府说了 不要均匀 这是配合今年国庆的预演 确实是预演 但是不是顺便 跟昨天晚上 万军车 万军机 一起出动 用预演的名义 顺便演习 行演习动员之时 我为什么有这个怀疑 因为今天早上预演 我有点担心 你怕什么呢 天后根本不适合预演 对啊 今天开始变天的 现在变天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看影片里面 云层是非常非常低的 对 云层非常非常厚的 我跟你讲 我跟气象局打了电话 气象局说 今天上午 云层最低是多少 多少 1800英尺 这什么概念吗 老师 我告诉你 2000英尺以上 不准预演 回头我们就来问 是什么样的理由 非得1800英尺 云层这么低 硬要直飞 这一次的任务 真的是以这个演习之名 来进行动员之时吗 我们来看到 兵凶战围的此刻呢 这件事情肯定会牵动 美中台敏感神经 川普的女婿 这个时候居然传出了 曾经在我们的赵峰营 来借贷一笔 为数不少的钱 14亿 而这笔钱的背后 如何牵动 川普的对中政策 跟对台政策 它的唯妙变化 它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突然之间又有一个 惊人的新闻爆出来 就说库许纳任职白宫期间 向台湾的范公股银行 赵峰银行借贷了5000万美金 新台币14.5亿元 这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们怎么过去没听说 好 这是一个隐秘的资讯 突然 最坏了 这是2016年 2015 2016年 这么久了 为什么一直没有爆发出来 突然在今天这个结果眼上 砰一下爆发出来了 所以 我必须要替赵峰银行讲个话 赵峰银行说 第一个 这笔钱已经还了 5000万已经还了 第二个 库许纳在这个贷款里面 是小股东 第三个 他们不是直接借款的 他是分车的 他们是向富国银行借的 富国银行 财包 财包 财包以后连贷 你负一点 你负责一点 你负责一点 他人间接的 没有直接参与的 这是赵峰银行讲好 好了 我怀疑的 我说疑云 为什么疑云 第一个 这事情是三四年前的事情 为什么在现在这个结果眼 爆出来 为什么会在 库许纳 可能说他是 下一个访问台湾的时候 把他这个黑资料给爆出来 我告诉你 库许纳有多重要 可能大家不知道 他不只是一个女婿 他是长进人 第一个 以色列最近跟这个阿拉伯大公国建交 川普还因为这样子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还有巴林建交 你知道川普在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讲了一句话 你觉得猜他讲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没有库许纳 我们不会做成功这件事 他是穿真引线的赢武者 对 他就认为穿真引线全靠 第二个 当年TikTok要 谁要买他 违转 对 违转对不起 没买成 他要卖给甲骨文 杀出陈咬金 因为甲骨文的老板 跟库许纳最麻吉 这个世界交易也是他 哥们就是他 好 然后我告诉你 川习会 川习会 他们最后要发表联合声明 对不对 你却猜不到 联合声明 马天凯 中共那边已好之后 对 交给谁去审核 就谁 库许纳 川习会 这么重要的事情 应该是国务卿 当然 外交部门 是 不是 对不起 马天凯的亲的交给库许纳 那这个人不就是真正的影子 国务卿了 对 我告诉你 白宫的人事斗争 都在他手里面 甚至有个州长 都是他决定的 好 2016年 这个川普跟蔡英文通话 惹怒了北京 是谁出面灭火的 库许纳出面灭火 好了 大家就问我了 马老师 川英通话惹怒怒北京 库许纳怎么可以出面灭火呢 我告诉你 库许纳以前跟北京好到要命 是 好 我先讲几个好到要命的地方 第一个 他有个库许纳集团 你知道吗 库许纳集团当初要跟谁合伙 跟谁 安邦集团 吴小辉 安邦集团开玩笑 而且那个是话注也跟你当的 对 而且安邦集团 要丢四亿美金给他 是 四亿美金给他 在美国投资 对 第二个 他有一个 库许纳有一个平台 跟他哥哥 注意听 库许纳跟他哥哥 有个投资平台 对 你知道这个投资平台 最大的金主是谁 谁 是马云的合伙人 所以他其实跟 这一些中国大陆 我们叫得出响叮当的 财经界的大亨 走得近 不是财经界 我告诉你 我刚刚讲了 川习会的联合声明 是 美国驻美大崔天凯 跟他麻吉得要命 但是转折在2017年 2017年第一个 安邦集团吴小辉倒台 倒台之后 安邦集团把四亿美金收回来 不投资他了 钱袋子空了 对 钱袋子空了 第二 后来马云 讨厌川普 发一大堆反川普的言论 现在中美贸易战之后 他跟崔天凯又落翻了 所以库许纳本来是穿真眼线 跟老共谈得上 好的要命 好的要命 所有 所以各位 我再给你讲就知道 川英通话 惹怒北京 结果是他出面灭火 你知道他 他简价话注意 他可以讲得上 甚至于我告诉你 美国有黑人摇射高手 出来要选总统 是 谁可以见到他面 谁 库许纳 跟他谈 谈了什么不知道 所以如果下一个来的是库许纳 我告诉你 他只是一个白宫资深顾问 六个名先 事实上 他是最厉害的长径人 他来影响才最深渊 不要再等蓬佩奥了 十月旌旗 如果来了一个库许纳 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立委 罗志正委员 委员来跟我们讲讲看 库许纳 这个选项挺有创意的 如果他出现在台北市 被拍到了 这些事情会不会激化了 台海的局势 会开战吗 而万一如果那天真发生的话 台湾的短板会在哪里 我们最该担心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美国一个笑话 库许纳到底有多么重要 他说在白宫里面 这笑话 75%的业务 库许纳会看到 然后川普只会看到25% 但是谁决定了25% 库许纳决定的 但全部都是他 但是这是一个笑话 可见只是说 他在美国的白宫 或是川普家族里面 扮演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如果中国要打仗 事实上所有的军事专家都讲说 他的目标是一个 所谓速战速决 未必是用马英九说法 什么首战机中战 但的确他们认为 一开始打要最短时间内能够解决 最短时间有几个东西 当然第一个就是要斩首 这也是为什么说 万军计划 复安计划等等 就是说在最短时间内 一旦两岸之间 紧张关于快速提升 或真的发生战争了 然后对方可能发动斩首策略的时候 在最短时间能够把总统送到指挥中枢 这个地方可能是恒山 或者如果在备案的情况下 有别的地方指挥中枢 所以最短时间用鹿 就是所谓万军车 云豹 或者说海空 比方说是黑鹰 把它总统送到指挥中枢 然后避免这个斩首成功 这代表什么 如果对岸在第一时间能够 瘫换我们的指挥中心 指挥中枢 让整个台湾的指挥体系 整个断掉的话 这当然是他们最优先的一个作为 这种情况下很显然 他们第一次攻击最重要的目标 当然是能够断掉我们的指挥中枢 还有指挥体系 那第二个呢 台湾必须要有反击的能力 换句话说 制空是非常重要的 这为什么 这个第一次攻击的时候 他们一定是以我们的主要的机场 等等 然后作为攻击的目标 让我们的飞机没办法上去 那一旦强取得了制空之后 那当然对整个台海的战事的这种逆转 或这样的一个改变 就掌有了主导的权利 所以对我们来讲 当然如何有第二级 或者我们飞机再起飞的能力 甚至能够至少我们制空权 能够继续保有 这觉得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第一个时间点 要去处理的事情 明镬的事情 是厨房吗 这也就是厨房 也就是厨房 要去哪里 我们就是厨房 要去哪里 这下面的什么 这个地方 因此也就是质房